這次我們去上水華山 試一出發隊伍 皮蟲小隊 還有大童Catherine CLO先是 我們先踏巴士去到虎地坳 之後沿著華山軍澳去到第一個集點 都是繼續走華山軍澳去到第二個集點 華山 之後去到第三個集點 西牛望月 之後來到碼頭嶺 再去最後一站 松山 整個路程都圍繞著華山軍澳走 去到我們的終點站平邪村 全程大約5.5公里 首先我們來到上水站的A4出口 在沿天橋過去對面下去巴士站 來到巴士站我們就找回73號機 在虎地坳落車 下車之後我們就向後走 預告定給大家聽 這段路非常輕鬆 合上眼都會走 看到馬路就要過對面 看到這堆綠色圍板和工業地帶 我們就上去 正式上山 來到這裡繼續向左邊的大路走 左右兩條分之路 我們依然都是向左繼續 由起點去到終點站都是石子路 路況真的非常安全 很快就可以來到多草的位置 終於都有些行山感覺 上到差不多 還可以看到樓下上水圍的景色 這個上水圍的景色 由上山到下山我們都會看到它 正因為知道它全程石子路 所以今次穿短褲都沒有右怕 順便曬黑大腿 正呀 走走走就會來到右邊這個大空地 覺得累就在這裡歇一會 路程這麼短 可以思考一下人生才繼續走 不過我們三個就沒有什麼好思考 所以就繼續沿石子路向上走 又再次來到一個比較開陽的地方 今天的天色真的美得暈 你看看 走前車小就可以看到這個 只有一半的標高柱 這裡應該就是我們第一個站點 岔山 望下四周又可以看到樓下上水的景色 樓下全部都是一些平房 欣賞完一輪之後 我們又繼續向前走 還可以看到我們跟著的路程 是一座接一座的山 可以看到它的上落波幅 一點都不大 不過就全程沒有了 你看看左邊的山 又被山火燒光了 幸好有條石子路隔一隔 不然 連另一邊也隔了 這座山的特別之處 除了可以看到香港的景色之外 還可以看到深圳 看完一陣 看完一陣 下來又繼續行程 這段路的二行之處 就是一直都有很開陽的視野 全程都可以看到我們即將要走的路 不過我去上上落落的石子路 有時都很斜的 感覺都有六十度斜 所以出發前記得剪腳夾 你叫你好 你好 你不用你好 沒有人想認識你 介紹完之後 不經不覺 我們的右邊就是華山的山頂 我們上去看看什麼環境 上去華山的小菊路 可以說整個旅程中 算是比較崎嶇的路 上來會看到一塊屬於華山的石碑 前面還有一塊我喇叭 以為是飲水機的東西 哪一個扔瓶補礦令在這裡 雖然樓下都是一樣的景色 不過也要介紹一下 這個是吳銅河 對面深圳 還有深圳吳銅山電視塔 吳銅山是深圳其中一個重要的山脈 而且它也是一個旅遊地點 高度是900多米 早幾年我查完它很多資料 我真的打算出發上去 不過現階段就 哈哈 COVID-19就不要到處去 介紹一下它是大同Catherine 走到差不多就會看到綠油山這個大石 不知道這裡是否代表綠油山 終於來到這個華山山脈當中最有名的石頭 當然要拍照才叫來過 過了石頭之後 我們又繼續向前走 去我們的下一站西牛望月 基本上整條路都清晰可見 所以我們都可以看到前面的山丘 是我們準備要上去的 走到這裡就要認住右邊這條分枝 因為這條分枝就是想去西牛望月 左邊這個頂頂就是 上去的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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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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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不用擔心,繼續向前走就可以了 來到這個休息地帶,就代表我們已經到達碼頭嶺 這個是神溫原地 看我這麼激動,連花紙都沒有了 就知道我一支箭般飆去拍了 還不是在形容我 這裡也有很多東西玩 又有玩千秋,又有懸垂星可以玩TRX 每天走上來,玩一頭半個小時 想肥也有點困難 你看這個人,拉繩的 你兩下就這麼威風了? 不是啊,我還要留力 什麼留力?你留力去哪裡? 我去逛山啊 逛什麼山,我都已經下山了 你要留什麼力? 我昨天都清潔了 你去做什麼? 你練什麼 Belle 昨天跳繩 跳什麼繩? 跳榴冰的蹤 跳什麼榴冰的蹤嗎? 蒼蕉蕉就最擅長沒有 別管他了 休息完一浪我們又繼續行程了 如果路面突然沒有什麼風景我們看 這一步走前來直錄orn 也可以和 perhapsanimheid飛 還有有透風晴晴的 走到這裡可以見到我們已經落了一部分的山了 仍然可以看到深圳和不同的新電視塔 這個膠袋是什麼名牌 這個膠袋是什麼玩法 真的挺漂亮 很漂亮 劍華你真的滑了下去 一會發現為什麼你不見了 然後又看翻面就滑了下去 好 之後的路程都是一直下山 來到這裡 我們的旅程就差不多到尾聲了 總括來說這段路真的相當輕鬆 因為全程都是石屎路 路況非常安全 而且路況清晰 只要一直沿著石屎路就可以去到終點 迷路指數較低之餘 又可以看到上水和深圳的景色 唯獨是想落石屎路的斜面 間中都會比較斜 一定要剪好腳甲才出發 這裡真的很適合新手 或者一個人過來整屍幾個都完全沒有問題 喂 不說了 有巴士 衝啊 好 今天就這麼多 再見 喂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